因應港鐵進行大型的基建更新工程 觀塘線來往太子至河文田站的列車服務 今日全日暫停 受到工程影響太子站的人流較平易多 港鐵真派人手到場協助 有市民說站內的指引清晰沒有造成不變 為了配合隧道大型基建更新工程 港鐵觀塘線來往太子至河文田站的列車服務 今日全日暫停 工程期間觀塘線列車分為兩段行車 列車分別來往條京嶺和太子 和河文田來往黃埔 令太子站成為觀塘線和旋灣線的唯一轉車站 港鐵預計太子站將會非常繁忙 緊急了安排大批職員在月台和站內各處 為乘客提供協助 期間又向乘客派發乘車笑貼士的笑冊子 站內亦增設了標示和指示牌 提醒乘客留意特別安排 有乘客認為太子站內的工作人員指示清晰 並沒有造成任何不變 乘客如果在油麻地 何文田或黃埔 港鐵和舊巴提供免費巴士服務 平均每10分鐘有一班巴士 我想著可以在油麻地站轉 他說不准轉 不然人家要轉巴士 否則我就不會乘搭這裏 明白 是誰告訴你這裏有巴士的 地鐵站 即是它的指示都是清晰的 是 今天整理出行 浪費了多少時間 我想都要浪費20分鐘 但是你不理解呢 都沒辦法 港鐵說 今天動員過千人協助乘客 整體列車服務 車站運作 和免費巴士服務 運作大致暢信 雖然太子站人流比較繁忙 對乘客等車的時間 會比平時較長 但是站內有實施人流管制措施 維持車站運作暢信 整體來說 相關車站人流大致安全有罪 港鐵提升乘客 出門前最好透過港鐵網頁 和手機應用程式 了解列車服務情況 及早規則行程 而官堂線列車服務 將會在明天恢復正常 鳳凡惠視記者 林家樂報導 港鐵今天進行大型基建更新工程 我們記者閃至現在就在太子港鐵站 閃至你好 下周的情況是怎樣 市民轉車有沒有困難 Kennix 我們從中午開始 一直觀察港鐵太子站的情況 現在晚上的高峰時期 我們見到運作都大致暢順 見到乘客都是有時多 有時不過都是很快 這樣都可以是上了車 並不會出現 需要等第二輪的情況 見到其實荃灣線那裏 基本上是每三分鐘就有一班車 官堂線也都每五分鐘都有一班車 雖然譬如說現在大家等車的時候 人流會多些 不過始終都見到一班車來 都可以上了車 見到大致的秩序都是良好的 我們都留意到其實今天港鐵都加排了工作人員 去協助疏渡人流 基本上見到每個幕門 接近每個幕門對出都有工作人員 在這裡去疏渡乘客 和為他們提出提供一些協助 所以見到秩序都大致良好 不過其實今天下午我們都觀察到 甚至到現在都見到其實港鐵太子站 至少一部的扶手電梯都停止了運作 去做一個客流的管制 工作人員就解釋說 因為避免扶手電梯不斷將大量的乘客 快速地傳送到另一個月台 所以他們就停止了運作 以便作出一些靈活的調動 一旦太多人的時候 他們都會截停相關的乘客 以作出相關的安排 港鐵也提醒了 大家要預多些時間去出行 避免因為現在這個安排 就造成了他們花更多的時間 包括特別留意的是 如果要乘東鐵線前往羅湖 或者落馬州站 要特別留意尾班車的時間 以及要預留大概20至30分鐘的時間 比平時預留多20至30分鐘的時間 去作出安排的 而港鐵會在今晚的8點3 在油賣地站見記者交代最新的進展 我們會繼續留意最新的情況 將時間交回給Kennis 好 謝謝